大家好 盛文哥好 各位企业家好 各位朋友好 我叫吴启蒙 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应届硕士毕业生 本科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 所学专业是计算机 在本科毕业之后呢 保送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研究生 虽然呢 我学了将近八年的计算机专业 但是不打算从事纯技术类的开发或者测试的工作 我的目标职位是管理培训生 未来五年的职业发展目标是成为一名职业经理人 谢谢大家 欢迎启蒙 盛文哥好 启蒙 你看啊 本科硕士都是好学校 交大 北航 还行 什么还行 都是多好的学校 计算机专业是这两个学校都好专业 一下又干了八年 那当初要是不打算干这个专业 你上什么研啊 就当初就改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本科的时候一心想着读研究生 所以就刻苦努力地学习 然后呢 有了保研的机会 有了这样一个免费的午餐呢 就不愿意放弃 就读了研究生 读研究生之后呢 读了一年之后 我逐渐发现自己对纯技术对编程对科研研究 不是特别感免费 绝对了 好 你的优势都在计算机 你今天来对了 百合 艾乐火 五八 前程 无忧 包括官员月产业基地也有 还有这个世纪家园 这都是有很好的网络 假设吧 假设你去了艾乐火 你知道艾乐火 不太了解 行 那就举错了例子了 没关系 明秀 知道 百合 艾乐火 知道吗 知道 上去过吗 没有 有女朋友吗 曾经有 曾经有为什么不上呢 赶紧上 我给你个VIP账号 实际上 我是觉得你学了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专业 就算是你想做广力培育程也不要浪费啊 广培生第一我们招的量不大 这个招聘的量不大 而且这个对综合数字要求高 但你学计算机的硕士 你不说技术是真挺浪费的 而且这个专业三毛波 他研究生第一年就知道自己真的不喜欢计算机 他不擅长 上错车了 他自己觉得上错车了 对啊 对 所以 他觉得他拿了一张免费的车票 本来他想去上海 因为这张车票免费 所以他去了 这张车票也可以把你运过去 通过技术一样的可以转管你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技术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技术 干嘛逼他呢 你看 你看你们有 你 啊 怎么你成了坐山观虎斗了呢 这样吧 这个 不是 你以为这个互联网企业都收吹起乱了 你关注了 别说话 请问你看到了吗 姚金铺 你顾问一下自己的情绪 先听我的啊 你去了五八东城 你想干什么工作 这个没太想太多 我觉得 就是我们 就是工作 这种工作人员招联网企业 应该有这个 在你们学校有海报 公司有一个前台你能干吗 可以干 但是 我知道我的前台 凭什么你能干前台 你美吗 你端庄细腻吗 你服务意识强吗 你有打动人心的笑容吗 你有大长腿吗 没有大长腿 请问可以开发一个很好的前台管理系统 把每一个进门的人用系统管理起来 我觉得我可以 但是他不喜欢 你说 是这样 听你 我讲一句 你关注了 我对行外人 我讲一句话 你看启蒙 你说你想改行 那么你往哪个方向改 其实大家想看到 你想改成哪个方向 就是这个问题 你想往哪儿改 思考一下就是 做什么 我觉得可以做产品 对刚才那个姚老师也提到 说比如开发一个什么 很不错的一个前台管理系统 我觉得让我开发 可能不太适合 但是我可以做这个产品经理 我可以跟开发和次数人一起 我觉得他现在目标不是特别明确 你要真让他做产品 以及对于产品的理解也不现实 其实我在看你的简历 你曾经得过国家的奖学金 我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学校评的奖学金 就是说 当然成绩优秀的话 我们每年都会评奖学金 你是几等 我是一等 前10%的 得了几年 两次 两次 一共就两次吧 一年一次嘛 对 也就是说成绩很好 虽然他对这个专业没兴趣 但是仍然不妨 学习能力强 学习能力强 拿了两次 研究生都是国家奖学金 不喜欢你的 人把课学得这么好 这个 你要是真的喜欢的企业 做你喜欢的工作 那还得了 他不喜欢的问题 我想回应一下 姚老师刚才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说我申请管批的话 你需要综合能力强 你为什么就认为我的综合能力不强呢 我是说你不喜欢的专业 你都能学的这么好 你要是进了你喜欢的企业 做你喜欢的工作 你一定可以做的特别的好 我同意 但是请问我插一句 就是你学的这么好 按说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 那么你在四个行业 在出版业 在教育行业 在IT业 在房地产业 都实习过 是吧 对 做了不同的角色 培训师 项目负责人 服务工程师 还有销售 按理说 这时候应该大概能摸出来 自己喜欢什么行业 喜欢什么样子 你为什么要去房地产企业做销售呢 因为我想尝试一下做销售 你尝试的结果是 我觉得销售不错 可以考虑 就是说除了管批 我觉得另外两个方向 就是小的分支 就是一个是产品 还有一个是销售 好 你卖卖 我看你这风格是什么 我来了 不好意思 我做的是那个电话行销 还怕见面 算了 算了 我们这边来 早点一下 我就不信 这座高山我翻阅不了 就当面卖 你打出我电话了 喂你好 张先生吗 你好 这边是那个北京东北四环 一个群 不需要 谢谢你 第一个电话挂了 那就再播呗 播 播 张先生你好 说吧 你好 是这样的 咱那边是那个 我这块有一分钟的时间 给你一分钟 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东北四环 一个全玉石精装修的养生豪宅 全玉石 对 是用玉石来做精装修的 而且是县房 你们都说人养玉 三年 玉养人一生 你们都知道 玉有养生的功效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 我怎么知道 你们的玉石 是真玉还是假玉 这个您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 去鉴定一下 所以说非常期待 您方便的时候 去我们售楼处 我们销售经理会带着您去看房 我一直在观察你的细节 我可以给你定一下 然后让老板问得更明确一点 谢谢 我对你的感觉是有知识 没能力 浅能力有 但是你自己也不清楚 并期待这些老板给你挖到这个能力 所以你选择管陪生这个行业 不然的话 你会选择一个明确的一个 一个你的专产 你现在找不到你的专产在那里 希望这些老板给你把专产给挖出来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自己告诉我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 你不能确定你哪一块能力更强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 我觉得作为管陪生 或者说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 要有非常强的沟通能力和领导力 我觉得这方面呢 刚才你的沟通能力是很弱的 就是少干老师给了你一分钟时间 你是在接近一分钟的时候 最后两句话是出了问题的 你的预设真的是假的 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说 你去问我们家里人去 这个话肯定是没有水平的 第二个说 你到我售楼处去 问我售楼小姐去 这个也是错误的 就是在营销的当中 你是把往外推了 其实这个时候 你要解决这两个小的细节问题 咱们对启蒙的印象已经有了 启蒙 他真的是有什么说什么 怎么想怎么说 不遮着藏着 他表述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 和真实状态 来吧 12位 去或者留 选择 三位离开 九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财 来 启蒙 听听杜老师和周老师给出来的建议 好 OK 启蒙您好 其实通过观察 我觉得在个性上 你有点小刻板 上高老师说你会学习会考试 这我非常认同 但是我觉得你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并不是很好 例如刚刚考你的时候 问你你对很多互联网企业 也是你同行业的企业 学习的同行业 你都一点不了解 这点我觉得你的观察力不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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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现在启蒙 是云山雾照 就我看了你四份工作 就是我个人感觉 还是第二份工作 就是这个教育工作 这个工作可能比较适合你 第一是这样 干的时间是最长的 第二呢 就是这份工作 给你的薪资是最高的 你为什么这个工作 我干了 好 而去干一些 这个其他薪资比较低啊 或者你这个岗位上 不能发挥你潜能的 这样一些工作 是什么原因 这个直接原因是因为 是那个工作是在我 休学一年期间做的 这又为什么没有长期做 是因为我觉得 做那个就是一直在 教一些相同的知识 而且呢 我的目的是在 让学生通过考试 的工作成绩 因为启蒙我其实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其实工作啊 它其实也是一种回声 就是你付出多少 你可能得到多少 你给予多少 然后会回馈多少 没错 一个建议吧 其实你身上透了一种迷茫 我记得上星期去 我的母校 跟一百多个 这个大一大学生 我说 你们的专业有多少人选 是自己选的 百分之五十的人举手 我挺诧异的 但是今天呢 我觉得你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人找工作有两种 一种是爱一行 干一行 一种是干一行 爱一行 而你呢 干的每一行 你过一阶段就发现 它的不足点 缺点就不想干了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 真的 如果有人给你留灯 或者你在台下 找到什么工作 你就干去 你干到一年以上 你看看你这个障碍 能不能突破 你才能找到一个 真正你喜欢的工作 好的 谢谢 尹峰 还有问题了 对 就是观察了这么久 我有一个感觉 不知道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 你又学了IT 又不喜欢做这个 然后你通过你刚刚学的 什么演讲啊 团队啊 销售这些 我觉得你是不是更愿意 跟人打交道 而不愿意跟机器打交道 你说对了 是吧 所以由此可见 其实你好像更适合传统行业 好 你们的分析 现在因为有九位在场上 对吴启鸿 我们现在已经无计可施了 能这样 我现在给你出个题目 你说 实实在在的啊 各位老板 你们现在头脑当中 都已经有了主意 是亮还是面 现在一二三四五 我也在场上 听一下职位 咖啡之意 我跟你设立的是 营运总监助理 明年咖啡之意 最大的业务点是 全国加盟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你跟着招商总监 学习招商 你所接待 你所接触的都是全国 持币带头的老板级人物 这样你可以得到更多的锻炼 好 来 五八同城 我给你的工作就是 我们商业产品部的 这个 2013的校招专员 你需要跟销售人员 跟客户 在会议上 大量的接触 好的 谢谢 各行各业 好 来 前程无忧 我给你的职位是管培生 不管将来你做产品 还是做技术 再回去做你的开发 做什么东西 对你来说 一生都是很关键 应用的东西 来自前程无忧 伊利诺伊 小燕 给他的职位是管理培训生 让他走一圈以后 最后看他是在运营 还是在哪 好的 管培生 来自伊利诺伊 谢谢 有这个计算机背景的人 或者是我们讲 有技术背景的人 如果你要是 对企业的流程 有一些了解 然后你对客户的要求 也有一些理解的话 实际上企业是 非常欢迎这样的人 因为你可以解决 真正的问题 对我希望做这样的工作 对我给你的职位 就是管培生开始 但是未来呢 你的方向是项目经理 思考一下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三盏灯关掉 留下来的两家企业 是58同城 和属巴酒店 谈钱不上感情 如果说你想 进入互联网行业 那么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起点 而且能够把你的 那个本科 研究成的专业用上 那个起薪 下早的起薪六千 能解决户口吗 户口 户口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在天津 其他方面 比如说食素 其他各种 比如说午餐的补助 交通补助 这个 这个各种福利 就是跟我们总部的人员 是一样的 好 谢谢 徐总 我们对于国内 就是硕士研究生的话 我们是从五千开始 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 我确实跟他有一个 劣势在着 我不会把公司的 这个价格体系给打乱 你来了以后 你有晋升的空间 但是我们是从五千起 你其他考虑的这些 就是我们是个外星 我们确实是有 解决户口的这个可能性 但是我现在不能保证你 另外当谈到这些 什么这些福利待遇的话 那我们都是按照最好的标准 另外我觉得呀 我还是要想说说它 我觉得你是有点高估自己了 你其实没有什么资本 都我觉得对任何一个 站到这个舞台上 这些问题不应该在这浪费时间 你如果真有意去选择其中的企业 这些信息在网上都有 你为什么要在这问这些信息呢 你降低你自己的身价呀 对所以邵刚我想借这个机会 也是对启蒙 也是对所有这些大学生来求职的 其实回答问题是展现自己 但其实提问题是更是体现水平的时候 在这有限的给你提问题的机会 有那么多关键问题 比如说到底谁带你 你们进到一个公司 还是还有一个很长 至少一到两年的 其实真正的学习的这个机会 谁是你的未来的领导者 他是什么背景 这个是你选择的时候很重要的点 当两个企业差不多 这样的问题都没有人问 谢谢蔡虎和杜老师的提示 话虽然重 回去慢慢地享受 思考一下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58同城 还是4589店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 再见